我们两队通过队内的各种讨论 各选出一件觉得降温效果最强的小鼠神器进行实测 降温效果最好的队伍获胜 输的队伍就留在这里接受我们的那个挑战 那我们五分钟的时间一起来讨论一下下 我觉得这个有用 真的 这个要放冰块这个东西 那我有冰块我还用它干嘛呀 我有冰块直接往自己身上敷啊 这个是叫风扇这样闪 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在室内肯定用不算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挺管用的 那个罐头是什么呀 这个呢我以为是个可乐啊 不是啊 冷感毛巾 这什么意思 能瞬间降温的毛巾 它里边是条毛巾 它这个冷感面料 感受一下 凉不凉 完全没有用 它得打湿了才能贴 我觉得这好使 这更方便一些可能 冷感喷雾使衣服瞬间降温10至12度 哪有那么夸张 不可能吧 不可能 你不信的话我们试试啊 好好好 冷感喷雾 这个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用 但是这个就是一定要小心消防员们提醒过 因为它是毅然 毅然物 对对对对 这个呢 是喷在身上挥发 对 然后就把热气给带走 局部测温的话 嗯 是吧 咱们得选个厉害的 我觉得这个不错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 冰杆项圈 这个挺凉快的 是吗 它如果放在冰箱里把它冻到的话 再冻了的话会更凉快 对对对 可以长达120分钟 这个不错 那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就选这个吧 OK 没问题 我们选的是冰凉喷雾 小吉哥现在温度是 36度4 快 戴上 先戴上 戴上 37度3 37度3 哥 你这体温有点高 因为我们测的是他的外套领子的部份 对对对 没有测他的脖子皮肤啊 一分钟啊 计时开始 一分钟他们现在就 喷得有点维持上早了 已经把你钻石了 什么都不要想保持冷静 怎么他们还有外力 我现在有点有点有点 这太不真实了 我们可以 师傅帮帮你 我们这个现在急速测温 已经 你看 他已经测不出来了 因为他写一个low 最低温度 你就测不到 进心进心 小吉哥 放松心态 师傅在给我用内力给我发功 你看在这里 放松心态 想一想马上冰西瓜 西瓜是我们的 放松 放松 小吉哥你应该表现出很冷 现在 很冷 你现在在北极 完了 小吉哥凉着了 哎呦 冻着了 我们这个太厉害了 哎呦 小吉哥给你加点衣服吧 要外套了 好 准备 时间到 来 来啊 测一下啊 八 八 三十五度七 等会儿 我们是第一 稍等 等会儿 这测不出来了 你看low的 可能太冷了我们这边 过于低了啊 哎 哎 二十九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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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送医院 二十九度三 太冷了那边 我们从三十七度三 到二十九度三 直降八度 二十九度三哪 去了 实际上 水平不一般呐 哎